香港日记 作者彭定康 播讲夏秋年 内心人如今安在 上 港督府的幕僚群是由我的私人秘书管理 我到任之际的私人秘书是贺里 后来他转任港府行政署署长 接着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从公务体系退休 返回英格兰 继任他的是梁宝荣 宝荣后来也转任规划环境地政司 义驻 主权移交后改称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 接着 梁宝荣获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首任主任 梁宝荣的继任者是曾俊华 主权移交后 他历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 与财政司司长等工作 而且在财政司服务时绩效卓著 2017年 他在民间举办的模拟特首选举投票中胜出 竞选表现也十分精彩 民调数字最多曾大赢40个百分点 但是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乃由北京挑选 因此后来败给林郑月娥 在全部1194个委员里只拿到365票 在想要享受更多民主的香港人心里 他是最适合的特首人选 或者可以说他至少能够与香港 不同政党的成员 港府 北京的官员进行对话 不过他错以为选举的目的是建立香港社会的共识 而非击败对手 后来他设立了一个用来帮助年轻企业家的基金 也在大学任教 若他当选 本来可以改变香港的历史 可惜北京政府把选举委员会当成橡皮图章 选出了他们自己想要的人 我的第一位专属发言人 是临时由英国政府调任而来的韩新 后来他回归英国的公务体系 职务由曾任记者的澳洲人麦其连接任 他们俩都能开诚布公地面对媒体 既干练又很有政治敏感度 我完全信任他们 而且即使当地与国际媒体的问题 向连珠炮般不断射来 在我印象中 他们没有搞砸过任何一件事 我猜他们俩的政治立场都是中间派 但稍微偏左 不过我没问过 麦其连经历丧妻之痛 有时候我去悉尼还会和他见面 某天早上实在太无聊 我决定耍一下幽默 再把他介绍给内政大臣霍华德时 说他是澳洲大使 把霍华德搞得一头雾水 从日记一开始 我介绍了我的两位政治顾问 戴燕林是极为出色且正直不阿的英国公务员 离开香港后 他又回到政府的国际发展部门去工作 至于李伟略 则是在我成为欧盟对外关系专员后 前往布鲁塞尔为我效力 接着 他又成为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的手下 返回伦敦后成为戴维卡梅伦的唐宁街官邸幕僚长 卡梅伦卸任音像职务后 李伟略陆续就任驻法国和意大利大使 接着在2016年被任命为商议院议员 这本日记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我有多依赖这两位顾问的建议 我和幽默的他们在香港结下美好的情谊 英国外交部派来香港相助我的官员 一开始是高德年爵士 由他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首席代表 在1993年卸任 后来英国驻华大使艾伯亚在1997年退休 由他接任 直到2002年 我的政治顾问欧威廉后来成为卢森堡大使 接着转任驻华大使 毕瑞伯在1993年来香港接任欧威廉的政治顾问一缺 97年政权移交后 他前往华府的英国大使馆任职 1998年 我在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 受命主持北阿尔兰警政独立委员会 临时将他戒调来担任秘书 后来他出任英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接着在辞职后转往商界发展 毕瑞伯族制多谋 充满魄力 而且是一流的企划人才 他离开公职 对于英国外交界来讲 可说是一大损失 高德年离开中英联合联络小组 首席代表的职务后 由修·戴维斯接任 在主权移交前 大约只剩一年时间左右 外交部劝戴维斯接任 突然开缺的某个亚洲重要国家大使职务 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使命感的戴维斯拒绝了 而且理由十分正确 他说对于英国来讲 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 戴维斯非常有耐性且温文儒雅 他的副手包亚伦表现出色 并且有一流的团队相助 与北京政府交涉的工作艰难无比 但他们都扛下来了 戴维斯出版了自己的日记 内容披露了他与中方交涉的经过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于1999年年底解散后 包亚伦继续留在香港 开了一家顾问公司 外交部派来香港的两位副政治顾问 是博胜文与约翰·艾虚顿 博胜文后来成为英国驻香港总领事 艾虚顿则是获外交部任命 为气候变迁特别代表 我赴港到任时 领导港府的工作落在布政司获得爵士身上 后来他转任港府驻伦敦代表 主持那里的办公室 退休后 他成为英格兰乡野保护运动的主要推手 并且在德文郡繁殖品种稀有的牛羊 到2017年才逝世 陈芳安生接任了他的布政司仪缺 主权移交后 他继续担任同一职务 直到2001年 异注主权移交后官衔改为政务司司长 这段期间他在董建华麾下认识 而且如前所述 人人皆称他为香港的良心 多年来他始终以敢言著称 勇于对香港发生的许多事件发表意见 直到2020年才完全退隐 不再评论公共事务 北京政府犯下的一大错误 就是挑选董建华担任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而非陈芳安生 某些北京政府高层很快就发现董建华是个错误的选择 1991至95年间 麦高乐爵士是财政司 接着他就退休回到苏格兰 在民间部门任职 曾印权是继任的财政司 后来他在2005年接任董建华 成为第二任特首 任期持续到2012年 第三届特首是香港的长期统战推手梁振英 若我说此人有点邪恶 大概也没冤枉他 他在香港的支持度非常低 再度印证了北京政府的政治判断力有多差 一开始 英国外交部里负责香港事务的最主要官员是彼得·李基茨 后来他相继成为英国驻世贸组织与法国的大使 在2006至2012年间 则连续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与国家安全顾问两个要职 李基茨是上议院的中立议员 堪称敢于认识的政坛典范 接任他外交部香港司司长一职的是古佩琴 后来等到工党上台了 古佩琴转任外相罗宾·库克的私人秘书 然后又当过驻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大使 最后之所以会离开阿富汗大使一职 据说是因为与北约组织和美国的官员发生冲突 古佩琴总是固执己见 后来也理所当然的被封为爵士 古佩琴在外交部的顶头上司 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次长韩奎发 而韩奎发也当过驻华大使 任期介于高德年与欧威廉之间 从外交界退休后 韩奎发当上了剑桥大学 甘维尔与凯斯学院的院长 负责香港事务的政务官 人数则是少多了 韩奎德是1989到95年之间的外相 随后到主权移交以前 外相则是李夫金德 外交部傅大臣一开始是顾立德 后来他陆续成为保守党的首席党编 英国驻澳洲高级专员 上议院议员 下一任副大臣是杰若米 汉利爵士 他有幸担任代表李世满 与巴恩斯选区的议会议员 长达14年之久 直到1997年以后才转战商界 意著 英国是内阁制政府 议会议员担任阁员时不必辞职 所以汉利在当外交部副大臣时 一样是议会议员 当时中方的关键人物里 首推外长钱其琛 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通晓俄语 英语 法语 可能是党内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官 钱其琛并非战狼 态度平和友善 但却能强硬地守住中共立场 我想这一点读者都可透过日记体会 他似乎是真心相信 互相迁就是一种外交艺术 钱其琛已于2017年辞世 港英时期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是中方派驻香港的准官方代表机构 而且与其说它是个新闻机构 不如说实际上是为了掩饰统战活动而存在 对香港当地的统战组织发号施令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是外交官 曾于1980至81年间短暂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后来成为副外长 他把剩余的政治生涯投注于中英双方针对香港移交所进行的协商上 周南的英文非常流利 显然是在寒战期间因为审讯战俘而训练出来的 我认识的人只有科力达爵士敬重周南 97主权移交后不久他就退休了 继任者是江恩柱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是屡屡出现在这本日记里的鲁平 他在1978年加入港澳办 主权移交后不久就离职了 鲁平与周南在我杨帆离开香港不久后就先后离职 这真是值得玩味 当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倒是愿意更深入认识鲁平 不过我从来不确定他对中国的香港政策有多少话语权 甚至对他是否能掌控其他更小的事也存疑 我曾答应送他一些英国作曲家 如爱尔加与沃恩·威廉斯的CD 送是的确送了 但据说后来他抱怨未曾收到 我想这就和撒切尔夫人一样吧 每次他来香港都准备了礼物给赵紫阳 但也是一律被挡了下来 鲁平已于2015年辞世 未完再续